有点小钱了 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地改变了 你知道吗 挣钱了 对老婆的态度改变了 都哪些改变啊 她就是回到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就属于那样的 为啥对老婆爱搭不理啊 上一天班了 回家也比较累 司机嘛 一天开车 有的时候十几个小时 也挺累的 就不想说话了 回家倒到床就睡觉了 她说她累 但她回到家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那玩着手机 然后也不跟我说话 我那是玩手机吗 那是同事和领导发的信息 你说我驾驶员 领导出去出差 我都要一排车去接她 不是 你都下了班了 还那个 你这说不通吧 领导不就打一电话 不就行了吗 我要回信息啊 她对我的态度 就是完全地大转变 你知道吗 觉得我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就属于那样的 都隐形人了 对了 不说话 就不跟我说 也说 说得少 不做饭 你们领导有休息天吗 有 那休息天的表现得怎么样 休息天他在家 就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 他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不做饭 然后还不洗衣服 钱都是我来做 钱都是我来洗的 那这咋解释呢 以前不都干吗 其实上班比较累 不他不也上班吗 你夫人也没闲着呀 就是上班有点累 不想 不想 回家都不想动了 但是我给他做饭 有一次吧 我给他做饭之后 他就是觉得我 就是耽误他的时间了嘛 然后他就对我大呼大叫的 吃饭还耽误时间 耽误什么时间 不是 领导约好了 在几点钟去接他 我提前都和他说好了 我说你赶快做 我马上就要走了 他在那磨磨叽叽的 我那堆饭都没吃 我都去就出去了 那你自己做呀 所以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想来干吗呀 现在就是想 之前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还给我做饭 又给我媳妇 还承诺说 会给我做一辈子的饭 然后现在我什么事都会做了 他现在呢 对我的态度就是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然后我现在来就觉得 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考虑这么大的 一个人生问题呀 对 因为最起码 你的态度要有吧 他的态度就对我 特别地冷淡 冷漠的那种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还想不想过呀 多感想了 毕竟还有两个宝窝的嘛 现在挣钱挣得比他多啊 比他多一点 多多少 三四千嘛 三四千就可以做大爷了 我想男人嘛 你是不是 人家老婆在家里做饭洗衣服 人家也没说啥呀 就你这天里落落叨叨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 人家老婆没说什么呢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特想知道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温圈 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每月多少 没多少钱呀 我也是人家老婆 我在家里就不做饭洗衣服啊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啊 你是不是也挣钱呀 我也挣钱呢 你看他也挣钱呀 为啥他就得给你做饭洗衣服啊 凭啥呀 我又不是你姑的保姆 啥叫唠唠叨叨呀 那人家老婆当年 一只玫瑰花就嫁给人家了 人家老婆自己独自一个人 抚养两个孩子啊 不要跟人家比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 你太太要照顾两个孩子 当他在思念自己的先生 独自承担这一切的时候 你有心疼过他吗 所以其实他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一个人带一个宝宝 我都觉得非常的累了 很艰难 更何况他带两个 我写下了几个词 在他的身上总结你们这六年的生活 首先你们出去打工 艰苦 然后独自地抚养宝宝 承担 你做生意失败的时候 他没有对你进行指责 而且亏的那些钱里面 也有他曾经一起出去打工 赚回来的钱 对吧 宽容 你再一次选择重新出发的时候 在上海他在你的身边 陪伴 这些词语用在一个柔弱的女性身上 我挑不出任何的问题 他没有要求你大富大贵 他只是要求你 给他多一点的呵护 疼爱 甚至是就是像从前一样 给我一些温损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未来的生活是向好的 无论是你们选择继续在大城市为了梦想打拼 还是当你们攒够了一些钱以后 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和老人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这都是一个美好的结果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 无非是因为你的表现 指向了另外的两个结果 第一 结束这段婚姻 他刚刚很明确地表示了 第二 改变你现在的状态 他的实实地 好好地对待那个曾经 为你为家庭如此付出的媳妇 祝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 你会想到说 为什么我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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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